大家好,我是小影,欢迎您来到我的养生频道 一天有24个小时,睡眠就占了至少三分之一 可想而知,睡眠对我们的重要性 但现代各种新事物的出现,让我们的睡眠习惯变得越来越差 要知道,睡眠是最完整,也是最有效的休息方法 更是科学养生的重要内容 如果睡不好,会对健康产生不利影响 甚至会让人短命十年 六个小细节影响健康 一,带表睡觉 有的人喜欢戴着手表睡觉 这不仅会缩短手表的使用寿命,更不利于健康 因为手表特别是夜光表,又雷辐射源 量虽特别小 但专家认为,长时间的积累可导致不良后果 二,带假牙睡觉 有些带假牙的人,在入睡时仍不将假牙摘下 其实,这样的做法是非常不正确的 因为在睡觉的过程中 假牙极有可能被你自己吞下去 这是会危及生命的 因此,带假牙的人,临睡前最好取下假牙 清洗干净,既留于口腔卫生,又可安全入眠 三,带照睡觉 美国夏威夷文明病研究所通过调查5000多位女性发现 每天带胸罩超过12个小时的女性 罹患乳腺癌的可能性比短时间带或根本不带的人高出20倍以上 女性带胸罩是为了展示美或保护乳房 而晚上睡觉就没有这个必要了 四,带机睡觉 人们临睡时在床上接电话或者玩手机 玩困了,可能顺便就把手机放在自己的枕头旁边一起入睡 这对人的身体健康非常不利 五,带妆睡觉 有些女性,尤其是青年女性 她们往往在睡觉前懒得卸妆 须知,带着残妆艳容睡觉 会堵塞你的肌肤毛孔 造成汗液分泌障碍,妨碍细胞呼吸 长时间下去还会诱发粉刺,损伤容颜 所以,睡前卸妆洗脸很有必要 可以及时清除残妆对颜面的刺激 让肌肤得到充分呼吸 不仅可保持皮肤的润则,还有助于早入梦乡 六,带湿发睡觉 洗衣湿头发睡觉,亦引起头晕恶心 有晚上睡前洗头习惯的人 倘若没有认真地擦干头发 使大量的水分滞留于头皮表面 尤其是冬天,夜间气温较低时 直接就上床睡觉,最容易患病 睡到半夜会感到头皮局部有麻木感 伴有绵绵隐痛 四日清晨更会出现莫名的头痛或头晕现象 严重者还会出现恶心 长此以往还会引发一种 称为头皮下静脉从严的疾病 睡眠对于人类的意义自不必说 人的一生有三分之一左右的时间 是在睡眠中度过 进入睡眠状态中的大脑和身体 都可以得到休息,调整和恢复 这是人进行日常行为与活动的基础 科学的提高睡眠质量 也就成为人类正常工作 生活与学习的得力保障 七个睡前好习惯 睡前一杯加密牛奶 古时民间有句养生格言 朝朝盐汤暮暮蜜 意思就是说早喝淡盐水 晚饮蜜糖水 虽然喝淡盐水这一说法 目前还没有得到验证 但国外医学专家的研究表示 牛奶中含有促进睡眠的四氨酸 而蜂蜜则有助于整夜保持血糖平衡 睡前一小时喝杯加密的牛奶 确实有利于安眠 也能避免过早醒来 热水泡脚 脚是距离心脏最远的部分 补以获得养分和血液 晚上9点左右以温热水 温度以40度左右为宜 泡脚有利于促进身体血液循环 加速新陈代谢 若能在泡脚的同时 对脚心与脚趾进行按摩 则可起到促进气血运行 输筋活络的作用 热水泡脚对老年人来说更具具病健身之功效 散步15分钟 睡前平心静气散步15分钟 可促使血液往下流并循环至体表 这不仅能够加速睡眠 还能令入睡后的皮肤得到更好的保养 五指梳头 头部穴位极多 通过梳理有按摩刺激的作用 睡前以双手手指梳头 直至头皮发热 能够疏通头部血流 提高大脑思维和记忆能力 促进发根营养 减少脱发 消除大脑疲劳 加快进入猛乡 制作视频不易 您的每一个留言和每一个点赞 都是我前进的动力 如果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对您有帮助 请动动您发财的小手给我点个赞 或者在视频底下留言加一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 温水洗脸 生活中辐射与污染无处不在 尤其是在都市中 这些有害物质会在人的肌肤表面停留 造成一定的损害 如果在睡前洗脸 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消除掉这些有害物质 令皮肤保持清洁 使睡眠更舒服自在 保持室内通风透气 窝室内的空气流动 对于好的睡眠来说 也是非常重要的 秋冬时节 风大或天冷时可先开窗一会儿 睡前再关好 让室温维持在18到20度 注意不要蒙头睡觉 拥有好心情 一份好的心情能够让人更快进入梦乡 进而提高睡眠质量 保持好心情的方法因人而异 如睡前听听喜欢的歌曲 想些开心的事 做做令人放松的运动等等 方法并不重要 关键在于保持良好稳定的情绪 有些人吃饱饭往沙发一坐 打开电视起壶茶 够舒服的 可能工作太累了 看着电视就睡着了 这就是第二隐患出现了 因为坐着睡会使心力减慢 血管扩张 流到各脏器的血液也就减少了 再加上胃部消化需要血液供应 从而加重了脑缺氧 导致头晕耳鸣的出现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感谢您的观看 我是小影 我们下期再见啦